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亮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关海山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分享到关海山六二年的演出 今天继续由1963年开始演出 1963年关海山的作品有五件雕妻 他飾演蓝俊的剑锋太子 接着是《工厂少爷》 这一套他飾演周文炳 然后是《侯子兵华山救假》 他飾演姜文仲 然后是一套《老豆赞钱的女儿享福》 不是《儿子兵华山》 然后有一套《妙贊》 关海山飾演文蒙生 然后是《万事胜矣》 他飾演白萍 然后是一套《铁马神龙》 关海山飾演马大龙 然后是《铁岩商领》上集 关海山飾演《纪灵》 然后是《风火恩仇十六年》 关海山飾演赵汉江 然后是《英娥杀嫂》 飾演周国财 然后是李仙 飾演李玉行 然后是《铁岩商领》 然后是《铁岩商领》 飾演《纪灵》 然后是一套《不斬流难》 《世不患》 关海山飾演《云仲龙》 然后是《狐灰卖人头》 飾演《罗产》 然后是《八仙闹东海》 飾演《吕洞斌》 然后是1964年 1964年有《红危关》 飾演《王仲当》 《霹丽长眉》的上集 飾演《斥大礁》 《如来神掌》的第四集 飾演《长离教》的弟子陆宇 接着一套《武当飞讽》的上集 飾演《姜子远》 然后是《满堂吉兴》 接着也是《如来神掌》的上集 他仍然是飾演《陆离》 就是《无情宝剑有情天》 即是林家圣那一套 他就飾演《寒情天》 接着就是《神龙五虎将》 飾演《方俊杰》 接着一套《感寿天堂》 他就飾演《戏班》的经理 然后就是《霹丽长眉》的下集 就飾演《斥大礁》 接着就是《孙吾空》 《七打九尾湖》 就飾演《唐僧》 《唐三藏》 接着就是《七起临门》 飾演《江永燕》 接着就是《先学港联》的《碧血金差》 《大结局》 他就飾演《南海奇首》 接着就是《如来神掌》的《第三集》 他就飾演《鹿羽》 接着就是《武当飞讽》的《大结局》 接着就是《街市皇后》 《风没佛》 他就飾演《周智灰》 然后就是《陈陈美人威》 他就飾演《李虎》 接着就是《1965年》 《1965年》 有一套《千手神拳》 有上集和下集 关爱山就飾演《霍天守》 接着就是《大红袍》 关爱山就飾演《家政皇帝》 接着就是《青山依旧夕阳行》 关爱山就飾演《三宿感性》 接着就是《一滴合二血》 关爱山就飾演《邵振文》 然后就有一套《赵飞宴》 他就飾演《汉城帝》 接着就是《血染蝴蝶山》 就飾演《陈胜》 接着有一套《武林第一劍》 关爱山就做《方子俊》 接着就是《血债血赏》 关爱山就飾演《赵飞宴》 接着就是《一滴合二血》 接着就是《鱼来神掌》 接着就是《鱼来神掌》 《露碎万劍门》 他仍然是飾演《鹿鱼》 这个角色 接着就是《血字》第一号 他飾演《关劍峰》 接着就是《施礼全家》 他就飾演《江感性》 接着就有两套《孙悟空》 首先就是《孙悟空三气百花仙》 接着就是《孙悟空七斗八大仙》 两套他都是飾演《唐三藏》 接着就有一套《无敌神》和《方世玉》 接着又是一套《孙悟空》《孙悟空大战群妖》 《关海山》也是做《唐僧》 接着就是一套《鋁黑合木兰花》 《血战黑龙党》 《关海山》就做《景观》 接着就是《太平山八仙奇遇》 《关海山》就做《八仙之宗》的《寒相子》 接着就是一套《断碑神龙剑》 《关海山》就做《连庚瑶》 接着就到1967年 1967年就有一套《龙奉增卦水》 就是戏曲片 他就飾演《司马龙》 然后一套《玉女金刚》 他就做《马兼梁》 接着一套《月向那方圆》 他就飾演《林国昌》 接着一套《宝蝶记》 就飾演《炎年》 接着都是《木兰花》 《鋁黑合》 这套《威震地玉门》 他仍然是飾演《景观》的角色 接着一套《晴合闹船公》 他就飾演《楚霸天》 接着一套《甜甜蜜蜜的姑娘》 《关海山》就飾演《施天城》 即是那个经理 接着六九年 就有一套《血罗根》 另外还有一套《明剑天蕉》 接着一九七零年 就有一套《独掌镇龙门》 他就飾演《二寨主》 接着一套《小金刚》 他就飾演《陶天华》 接着一九七一年 有一套《日月神童》 他就飾演《日月神童》的父亲 今天跟大家分享 《关海山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下条片再见 拜拜